2月10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 王沪宁表示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 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共创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历史伟业 王沪宁表示 国共两党要巩固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深化政治互信 保持良性互动 加强交流合作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造福两岸同胞 携手致力民族复兴 夏立言表示 希望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基础上 增进互信沟通 造福两岸民众 促进台海和平稳定 三十四谷复兴历史伏兴历史伏兴历史伏兴历史伴统 分裁んです 因为并集中文族的区员